神秘者是TRAILER 41 号 是 斩一下眼 斩一下眼是2023年 是的 还有一个星期是2023的 下星期不是休息吗? 好 你想休息吗? 我不敢 然后你一月有个听众朋友玩了面 是的 先讲笑一遍 下星期我们也会继续 2022年将近 即是我们圣诞节和随值 与大家一起过节 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是的 开开心圣诞快乐 我们现在是圣诞前席 TRAILER是圣诞前席 但也祝大家圣诞快乐 星期就是大家祝新年快乐 之前有个不错的消息 就是香港一位作家 细细 细细 果身 当然很多人也有一些悼念 但是我自己感受到最深刻 因为以前我有买素业 是一本很... 我又不想和他严肃 应该是认真 不是严肃 严肃就觉得很古 其实是一本很认真的文学的园刊 有部份工作人员我也认识的 是 他叫西西之前 陈果帮他拍了一个纪录片 是 引起了一些风波 但是那些风波很快都解决了 为什么呢? 因为陈果已经拍这部电影时 都说我不认识西西的 是 但是那个... 就是台湾各方面呢 他就说 其实是不用认识的 不是拍那种纪录片 嗯 他想... 他想...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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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西西这个人物 嗯... 他跟香港那种感情的关系 等同于他拍香港制造 那时候呢 他说那种印... 就是那种... 就是感觉到呢 香港人体的世界 就有点不同的 嗯... 甚至你不熟悉啊 西西小姐 他那些... 文章呢 你都可以拍他的纪录片 嗯... 于是呢 大家拍过之后呢 都... 其实西西都很开心 因为有很多个惊喜呢 就做了出来 尤其是呢 我想如果大家 都... 都对西西女士 那时候呢 有个... 就是... 有个感情的呢 我刚刚昨天 嗯... 就去了... 嗯... 荃湾 那个地铁站 那间酒店呢 嗯... 啊... 啊... 甜点啊 那间酒店那里 甜点啊 甜点啊 是的 那中庭那里呢 就有一个展览 嗯 嗯... 那那个展览呢 就其中... 就是它全部呢 就是用一些香港的景致 就做了一些miniature 嗯... 很小型的 是的 那之前呢 荃湾那个... 啊... 荃湾那个... 你有没有看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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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呢 就做得很仔细 今次呢 就最主打呢 就是... 珍宝海鲜房 嗯... 刚刚新製出来 嗯... 那里呢 会看到呢 有个... 西环的... 那个... 那个... 以前呢 就是那个潜见的 那区 那个海湾潜见的那区 那已经十几年了 已经整了 那时就借了给阿果道呢 去拍那个地方 因为啊 西西女士呢 说那个地方 对他来说很有感触的 嗯... 于是呢 他呢 就找人借了那个模型 回来 那然后呢 大家去看看那个模型的时候呢 看见阿西西 突然之间的模型后面出来 他就说 咦... 这么有趣呢 嗯... 那又... 他晚年呢 他虽然眼睛不太好呢 但是他有一本书叫《红人志》嘛 是啊... 那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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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建议阿果道 我说你虽然不熟他呢 但是他有很多这些... 有趣的... 的作品 那你看到呢 就是... 这位作者的童真的一面 嗯... 那时候我都叫他呢 就找问 因为有个大学生呢 就很喜欢这个《红人志》 然后呢 他就拍了个短片 嗯... 那也就问阿西西 他就借了一些《红人志》 就是那些里面的《红人志》 那拍出来呢 那样就... 那样就... 其实我想... 就是... 阿西西都觉得... 哇! 你这样吧 我真的... 真的好有趣啦 就是这样的 那大家看啦 那个我不想... 赤透啦 那个是 嗯... 所以... 其实... 就是... 就是... 昨天去看那里 大家都讲回到西西 还有讲回到我们那些... 香港的文化 很多时候呢 就是... 大家都曾经说 香港是文化沙漠嘛 嗯... 而且... 是不同... 是... 不同... 其他人呢 就是看文化的 我们那个沙漠是热情沙漠的 嗯... 但是... 你说这句 真是年轻的 真是不知你说什么 但是... 你那个背就知道啦 啊... 你... 想不想唱那首歌啊? 啊... 喂... 那首歌... 有另外一个歌词的嘛 是啊... 啊... 你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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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 不是... 西西女士呢... 不是... 我们也是很尊敬她的 是... 她是代表香港的... 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作家之日 嗯... 她还有一件事都... 都提起了 因为跟电影有关的 嗯... 她那时就... 出了那本《我城》之后呢 嗯... 就... 艺术中心啊... 那边呢... 就都... 製作了... 一套呢... 就有很多那些动画... 动画师... 自己制作了一套短片... 嗯... 就叫《我城计划》 嗯... 《iCity》 那那个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看过那个... 那个... 它都出了... 好像都...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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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对于...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纪录片呢... 就是讲一下西西的这个纪录片呢... 那它在台湾... 因为那个... 那个... 《赌鱼创作》那里呢... 嗯... 其实都弄了很多部的... 嗯... 那它都觉得呢... 很别致... 就是... 就是... 香港... 找... 香港... 的作家那时候呢... 他们都觉得... 其实... 其他地方的人是拍不到的... 就是找回香港人拍... 是最好的了... 所以他选择呢... 陈果呢... 是其中之一... 但是我很希望呢... 就是... 引发起大家呢...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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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纪念一下西西的那时候呢... 还有很多... 我们香港... 就是... 很有地道的那些作家呢... 我们可以自己拍... 帮他们拍纪录片的... 是... 有一个... 我当时... 借过来的... 就是台湾片拍的... 黄文卿啦... 白先勇啦... 明明就是... 就是... 这个系列嘛... 但是... 那些全部是台湾人... 即是台湾人的... 是... 他已经有... 即是... 拍了第一批... 嗯... 就觉得很好... 跟着呢... 他已经... 那个呢... 比如... 阿西西那个呢... 就再第二批... 嗯... 是啊... 他其实都有一些... 都想拍下去... 因为那个...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应该... 那个producer呢... 其实是张亚佳小姐... 嗯... 嗯... 他出众的... 嗯... 整个推动都是他做的... 所以我们... 如果想... 找他那些影片呢... 去放啊... 借那些人呢... 那我们去找张亚佳小姐... 嗯... 就可以了... 嗯... 一系列来的... 是啊... 有几个作家都熟的... 那西西你都拍得到啦... 不如有另一个呢... 其他人就拍不到的啦... 他拍就对啦... 不过... 不讲住啦... 我们今... 我知道你讲哪个... 不过我都不讲住啦... 是啊... 不讲住啦... 这个呢... 我们是要去... 怀念西西的那个... 那个时刻啦... 是啊... 是啊... 那最紧一样的就是... 一个作家... 其实... 最紧一样的就是... 他的作品啦...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重温他的作品啦... 是... 那我自己比较深印象的就是... 《像我这样的一个读者》... 是... 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是... 为什么呢... 那个就是... 西西社介绍很多... 西方文学的经典... 是... 写得很短... 但是呢... 就... 很... 很容易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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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对于... 一些... 就是平时比较忙啦... 或者... 你想知道... 究竟为这本书讲什么... 其实看那些书就相当之好啦... 是啊... 那他... 他应该... 他... 概编做电影呢... 嗯... 就不算太多... 嗯... 港台造工的啦... 是...有的... 有一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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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是叫《哀悼与防》... 是《天生一队》... 是《天生一队》... 嗯... 就是《哀悼与防》... 嗯... 但是在这里... 就是... 纪念他那时候呢... 都... 都提回了一个... 不出名... 不出导演啦... 嗯... 因为那个... 基本上他没有拿版权的... 嗯... 就拍了一个... 其实有点而... 方幻的一个... 短片... 嗯... 其实那个故事都是来于西西的... 嗯... 因为我又听... 我... 都听有个朋友呢... 他都是昨天... 都是... 跟我讲起的时候呢... 他说... 那个作品呢... 就是当时... 好像林莲彤先生的... 嗯... 他看到那个作品的时候呢... 那他都跟那个导演讲... 他说...喂... 你... 你... 拿了别人的那个... 概念来做... 那你... 你本身... 你都很出名啦... 喂... 给他一个credit... 或者迟了... 你都给他... 给他... 这样才好些... 那... 谁知道那个导演没做啦... 那林莲彤先生就很不高兴的... 嗯... 一告诉我... 那个是... 林莲彤先生的那个高竹来的... 嗯... 林莲彤先生都已经是... 离开了我们一段时间... 那... 有很多这些... 这样的细节的东西呢... 其实我们在那个记忆里面... 都... 都会留在那里... 那... 所以... 就是... 啊... 西西的那个离去呢... 很突然是... 刚刚上个星期日... 是啊... 我听到之后... 其实都... 都有一些感触的... 嗯... 是啊... 但毕竟... 我们这个年纪呢... 就是说了很多次啦... 做节目多数都是做这个... 就是... 无辜啦... 那... 没办法啦... 年轻那些... 我们希望呢... 就慢慢... 他们都变成他们自己过年代的经典啦... 是... 其实是有的... 是... 那... 那... 看你自己... 就是... 会不会说... 做一些... 的... 推广啦... 或者... 或者其他这些... 的介绍啦... 我想... 现在年轻的一辈呢... 那个... 无论... 他们的... 出版的可能... 嗯... 还有... 有好几个... 我觉得是相当之不错的... 是啊... 但回想起... 就是西西渠的那个时期... 嗯... 他们... 就是... 很有文艺的格调... 嗯... 就在那个... 叫这个... 这个... 热情的沙漠里面呢... 他都找到他们的蜡烛点... 嗯... 所以... 那... 这些是我们香港的记忆的一部分... 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呃... 他在80年代... 他推广了中国的这个文化作品... 是... 那时候我也买的... 嗯... 他有一篇... 那个... 呃... 中国的短片小说那里呢... 是印得很好的... 是... 其中是有莫言的嘛... 是... 那现在有些人说... 莫言之所以被人认识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西西西这样... 这样推广... 那我不知道这个港话成不成立啦... 但是起码在香港... 是... 就是西西在介绍这个... 就是... 他也叫什么呢... 那时候是文学大爆炸... 是... 就是中国大陆突然间... 在改革开放之后... 那时候大批的作家涌言嘛...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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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全部都爆炸出来... 那时候... 我们不看得太多... 他就介绍得最好的那些... 是... 莫言啊... 一说起就是红高梁... 大家很有印象啦... 现在有没有人看红高梁那样... 蛤... 不知道啊... 那个是... 不过如果你有东西看的时候... 那个是真的好... 真的不错的... 那是... 跟现在比较... 比现在好很多了... 现在这些... 我们觉得越看就越... 哎... 真是受不了... 不是... 他在香港那些... 作家呢... 他里面的眼光是很阔的... 嗯... 你会看到呢... 他... 他... 除了自己创作之外那里... 那他对于... 尤其是我想... 华人... 自己呢... 中国台的那里... 嗯... 他都有种关注... 嗯... 何解呢... 因为是想找自己的位置... 嗯... 因为香港呢... 就是一个... 到现在来说... 都仍然是一个很独特的...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嗯... 那你讲... 就是... 嗯... 很多那个... 那个... 族群... 以及用那个国家观念... 来讲的时候... 有时候呢... 就往往会忽略了... 就是香港的区域里面呢... 它有很多那种... 建立出来的... 那种整个社会的风貌呢... 是... 是... 有时候你强加... 一些... 上去那样神呢... 你就会更加不明白... 香港... 它... 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生活模式... 节奏... 以至那个... 城市的设计... 建筑... 以及一些人讲话的方法... 是... 全部是一个... 有机的组合来的... 是啊... 我刚才也讲起那个... 我想你就熟一点... 越文坊的那边呢... 嗯... 就像它那间戏院... 那间是左派戏院来的嘛... 是... 应该是以前是银刀的... 但是这个已经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因为那时候... 我经常拿去看早场的... 是啊... 是啊... 我最主要要讲... 就是... 当时呢... 其实我们也觉得... 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 在观塘... 什么呢... 其实呢... 我们所谓那些叫... 老左的世界是比较多的... 嗯... 我们去到那里... 出现了一些... 老左的世界呢... 就是... 赵梁俊泊那一套... 老左症转物... 是啊... 就是那间戏院的楼上... 是... 是... 那想起来... 当时... 就是... 十月一... 或者双十... 嗯... 都同时庆祝的... 是啊... 这种呢... 不讲那么多... 但是我们是一种记忆的... 是... 就会觉得... 其实香港最特别的就是... 哇... 什么来到香港呢... 它也有一个地方... 可以保留一种特色出来... 嗯... 但是现在越民方拆下拆下拆下... 就拆下大龙了... 对... 现在变成了大商场来的... 对... 继续大商场啦... 除此之外呢... 我连一段时间看... 阿凡达那时... 就拿了一份的野餐来... 嗯... 这份东西呢... 其实就很丰富的... 是啊... 你只要拿一份... 你应该拿一份给我... 我以为你有的... 因为... 我只知道你没有的... 你认为我少去电影院嘛... 哦... 那就少去而已... 人们应该给你... 但这件事是近期的... 都可以赚啊... 挺有趣的... 因为我发觉... 我现在去一些电影院... 举个例子... 比如说... 白老汇... 电影中心... 经常有很多刊物... 免费的... 也有得不错的... 这个时候... 这个年代... 还有刊物... 你可以拿... 我觉得是很神奇的... 我现在存了很多... 我不扔的... 是... 这样... 你讲起的时候... 我拿一个... 给你们看... 刚刚最近都收到的... 那个... 那一份... 哦... 这份... 哦... 这份... 你都可以... 可以拿... 不用钱的... 但是它最关键呢... 就是... 会做一个专题... 是... 03年的第一个专题... 就是... 讲音乐作曲... 嗯... 电影资料管具自己都说... 其实如果讲音乐做专题... 他们都不是说... 有作者... 就是葳锦良... 就不是那么多... 但这次呢... 就想开一个... 就是... 开一个专题... 一个专题... 是... 最近... 因为葳锦良... 我看一些资料呢... 就... 因为我跟他都很熟悉的了... 就是以前那时候... 拍那些鬼片... 嗯... 那他有份... 有真... 我想大家都很记得... 有有... 陈聪啊... 那他... 那他... 他... 其实很专门... 就是... 到... 他变成了一个... 叫做... 独立的配乐师的时候呢... 那他都很... 很专注原创的... 嗯... 那那个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的... 但是呢... 就是香港呢... 其实... 如果... 我们认识香港片... 尤其是港产片... 那个时期... 嗯... 由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他最特别... 就是... 那些音乐是很强的... 嗯... 有黄尖啊... 还有很多新派的那些... 那你还有以前的黄梅调啦... 是... 那时都没有去到... 一个那么强烈的... 因为黄梅调... 他始终在... 在那里... 去到那时... 一直呢... 香港对于... 那个... 电影里面... 那个戏剧的那些歌... 那些音乐那些... 就不输舌的... 嗯... 但是呢... 就在八十年代... 被外国人认识的... 港产片的那时候呢... 就直接呢... 你会看到呢... 譬如尖叔那些歌... 我想大家都真真乐道... 嗯... 是... 变成了... 是电影一个很强烈的一部分之余呢... 是变成了香港特色来的... 嗯... 就是香港的... 它对于音乐... 它的那种敏感... 嗯... 就很强... 因为我们那时候... 都是拍... 就是... 去写剧本的时候呢... 那我们都用了一种... 特别不同的... 就是... 就是特色呢... 那我就... 就算是用文字写的时候呢... 就是音乐的那个元素呢... 嗯... 都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们... 在那里呢... 就是... 都... 都跟阿韦启良都有谈过呢... 就说... 其实电影... 尤其是长片呢... 是那种叫做节奏... reedom... 稳率... 那个是很关键的... 所以... 我们去到... 教编剧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都叫那些... 叫那些学生呢... 你不要忘记... 那个... 那个... 就是电影... 音乐是一个电影语言来的... 加上蒙太奇里面呢... 他可以... 就是... 做到很多... 就是做了很多... 很多戏剧的元素... 而且是有香港味的... 嗯... 那我... 近期呢... 就是... 譬如年青的一代那些神呢... 你会发觉... 就... 不是那么多...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原来呢... 都是发觉呢... 是... 有时候呢... 你... 或者喜欢了一只歌... 你想卖那只歌的版权... 是很难的... 非常贵的... 所以你跟着呢... 你会看到有一部戏呢... 他情愿... 自己作歌... 嗯... 好过卖版权... 但是他想要的那是一首法国歌... 嗯... 是... 能够代表到... 即是... 七八十年代的... 那时... 的... 那个... 有法国味道... 但是香港流行的歌... 他找到的... 不过呢... 他的那个制作费呢... 就跟那首歌的歌牌... 差不多... 差不多... 只剩下十多二十万... 那就好了... 所以... 就迫使到... 他就... 将... 唯有制作一个... 法名歌... 嗯... 大家可以看到... 到时他在供应时... 他现在只放特别像而已... 嗯... 大家可以看的时候... 再跟大家继续讲这个... 这个... 这个... 是的... 春光沙哲... 最后的那个... Happy Together... 原本是想用原作的... 我记得... 是的... 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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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啊... 王家慧... 都算... 好东西呢... 找到一个好拍档... 他后来的梅林某... 嗯... 就有很多些戏呢... 尤其是他... 他也都找到梅林某的时候... 都是用梅林某的... 之前... 日本... 他作的那首... 那首歌... 嗯... 那首歌... 叫什么... Sole Color... 嗯... 那首歌... 不断地把他的模式重新演绎 重新回头 然后去到外国 也请梅林某把这首歌 变成电影的一个组曲 所以有很多这些细节的东西 你看到香港的《吴声吴声》 其实制造了很多独特的文化出来 我看了这两部电影 原来我是看首映的 第一轮不是首映的 我相信年纪轻的朋友都没有这个机会 我看了《小运掌》 很厉害 《小运掌》我也不是在电影院看的 是啊 他这次1月时也有很多音乐片可以给大家选 《彩色青春》的导演是谁呢 陈云 是啊,真的是陈云 是啊,不是那个陈云 我当然没有说那个陈云 特意看的 《青春古》我也看过了 又是 我也是 那那个导演是谁呢?你看看 不用看了,《井上梅厕》嘛 是啊,日本的导演当时邵氏就请了他回来香港 去拍这个原装叫做《换风者》 整个故事在日本很流行 于是邵氏公司就请了这个导演 来将他这部原本在日本也是成名作之一 做一个香港版 然后《仔上梅厕》也在香港拍了几部 邵氏出品的电影 你看到那时香港的市场眼光 其实是很阔的 因为他卖浮 他起码坐第一东南亚 台湾 我记得那只转体弹曲 再探azi弹曲 那原来作曲是《福布良一》 还是我们是熟悉的 还有点故要讲一讲 那第一种回忆 那他在 years 才是进开始开始转型 而且那片的展摘室也会转 而她当第就带层掉了很多剧角 尤其是有些Copy、菲林烤背是整套丢的 那时我拿到很多我从来没看过的 邵氏的咸片剧照 我估计4点、5点也有 除了那个之外 那些是不出街的 不出街的 但他们应该在菲林那里弄出 他有一个即剧照的阔道 但最后可能都没有自己 所以藏在剪接部 但我最想说的是 我看到有一个Copy 是原装的Copy 然后我跟他说 喂!不要的?扔一下 你有兴趣你便拿走 我说是你所说的 那是什么呢? 井上梅刺、换风者、原装版 好像是水林浩还是谁 那我都看水林浩还是成鱼刺浪 好像是水林浩 总之换风者 基本上日本版也有看过 因为他电视台也有放过 以前在香港的电视台 所以记起来 好像今次也有很多 很多个人的电视台 所以也叫做歌舞升平 是 因为歌舞升平 好像现在 南马是照跑 但好像投票处少了很多 舞是否照跳呢? 大家看看吧 头珠 你先说头珠 头珠 头珠 那是 毛间道就出了那个火箭 是 应该都相当轰动的 是 那视镇多年 你再看这部电视台 你有什么感想? 哦 那个 那它基本上 我觉得它是千禧年那时候 代表香港的声音 而它告诉你 香港有一种声音 其实外国人看完之后是很想回应 所以这个《无间道》最大的成就 是马亭斯·高·西斯 翻牌 其实是改编,不是翻牌的 《无间道》《风云》 他最主要觉得这个戏好 他说到在警队和黑帮里面 都有一个复杂的世界 当时他们有改编的动机 我也听过说 因为那时波士顿出现了一大宗 警察的贪污事件 而那种贪污事件 他觉得这个是美国文明的倒退 其中的一个例子 但他们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廉政公署 那时也搞得很大事 我们70年左右 但他在美国那里 他们直着这部电影 在东昂那里 就是最早清教徒上岸 但是他那时看中了《无间道》 他最重要的是佛教里面的地狱观 那个地狱观 我相信我结尾有所改动的 但是这种改动 你会看到 那个改编 他有后话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有看刘伟强 当时马亭雪糕西斯 拍完了《无间道》之后 《无间道封云》之后 李策基义都找了刘伟强拍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就是讲境界的地狱观 那部电影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不要紧要 你又讲我的场合 而那部电影就是《正义回囊》 这次你会看到那个检控官 和他的女弟子的那条线 我觉得他也有参考 可能也有参考 将来看到导演问他 The Vlog 是的 The Vlog 因为那部电影 我觉得他们会发觉 我的想法 可能也会问刘伟强 看看他怎样的看法 就是他们拍不到 我们这种东方式的地狱观 但是他觉得这种地狱观 所出来的那种感受 在《无间道》那里他看到出来 然后当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李策基义 很多人都说不行 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故事 但是李策基义 后来就跟刘伟强 沟通了一段 而是有些地方 导演说 不想改动 他有个明白 有个理解 之后那时候 他也有提 不如你剪一个 《荷里霍卫尔以上》的版本 那是什么呢 他也不愿意的 刘伟强 但是好像结果 Richard Deer那里就说 不要了 我要尊重你 放你那个版本 就是这样的 因为那部电影 其实我有个理解 我觉得其实 就是 没看过 在一个叫做 美国电影里面 讲一种叫做 公务员的压力 去到这么强 而那种强 就是有一种 进入了东方的地狱观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因为李察基义 他本身也是佛教徒 所以那部电影 我这次《正义回囊》的那位 新演员 那个发挥 阔一点的 你看到他虽然有一种参考 但是他将他香港化了 大家都不妨 看回这部电影 那《无间道》这个名字是怎样的 《无间道》因为 有一个人帮他改的 因为他本身叫做《无间行者》 好像是《万公寻》帮他改的 不正式的 是不是《万公寻》呢 因为我听到一个朋友 他不断地说 《无间道》是他最熟的 不说谁 因为那位就说 不是我 他也未必是 就是不是你 他很熟悉 他说了个名字 但记不起 上个星期他也说回来 他说 其实《无间道》里面 就是有很多 一边拍一边有些改动的东西 来来去去都很熟 那位是美术指导 他心里有一件事 想不到他说了《无间道》 那个作品出来之后 如果我记得名字 和他方便 那我告诉大家 但是以我所知 开头《涅槃经有云》 是他们拍完之后 那一段节加上去的 又是找一条 叫救火队 我跟他很熟悉 叫他谋理 谈论是谁 谋理 你方便说出来 方便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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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是我 你才会爆发 不是 这个是个人的 基本上 因为他变成《无间行者》 变成《无间道》 因为《无间行者》 太像打机的世界 他最初的时间 那个剧本 拿去卖的时候 不是找到那么多投资者 但是的确是 去到刘伟强 和王晶的手上 他两个都说的是实话 他将它有一些改动 尤其是刘伟强 那个改动是最大的 变成了双线发展 那个是最关键 令到这个故事 变成了我们香港电影的经典作 还有我觉得千禧打号 到目前来说 你会看到那种 两个主角都说了 他们是百分百香港人的声音 这个去到《无间道风云》 你看回 他是不要到那种 因为他变成了 李安纳、迪卡比奥 和麦迪文的时候 他变成了天使 和堕落天使的冲突 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改编里面 你会看到 香港的故事 里面怎样变成了 一种叫做国际 都会有兴趣去看 变成是Hong Kong Movie Made in Hong Kong 那个紧要 就出来了 甚至英文的《维基百科》 他有一段是专讲 他开头的引罪的佛经 他将《无间道风云》 他认为continuous hell 就是持续的地狱 他应该不能够叫Hell 正确来说 这是字面的问题 如果他译成英文 应该是infernal infernal 就是蛋丁那个 是的 其实你会看到 刘伟强 他做的那一层 虽然我用了《涅槟经》 但是他像火地狱 他的英文名字 也叫Infernal Affairs 你不要看错 Infernal Affairs 是infernal 即是他们懂得 是的 所以他和《无间地狱》 就是白寒地狱 和白热地狱 即是火和寒冰之间 即是那种无间地狱 即是你一是在火地狱 然后就马上去地狱 然后回来火地狱 是的 即是冰火十六重天 即是无间断 是不间断 哇 这么伟心的东西 是的 所以那时候他们说 都不太明白 那时候 都未曾坐到热 那时候 就已经觉得 行了 这个解释就好了 拿《涅槟经》 那一段出来 但是这件事很怪 即是他拿了这个名字 然后才知道为什么 是吧 因为无间地狱 他也知道有件事 但他变成了无间导 那时候就像人间导 或者阴民导 是很中国式的 是的 即是你导家所说的地狱 都是在佛家的那边 更加完整出来的 所以他变成无间导 那时候 必然地狱观就强了 嗯 那他初初那时候 目界行者 你可以说 他可以一念 一念是受人者 一念就变成菩萨 是的 都可以这样的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就是行者 就跟那个度有分别 嗯 嗯 所以当他用了那时候 我想最主要是 他也觉得 如果你真的会细緻一点 的时候 我觉得他现在也是拍到出来 但是 就是很香港版 所以你说小说的时候 就是Infernal 嗯 就比较似的 就是西方的那种地狱观 嗯 嗯 所以我们有这些小时 我们如果跟那些电影人 或者马尼斯高西斯 尤其是那个改编的那个编剧 跟他谈的时候 哇 很多东西谈的 是一种交流 嗯 因为我们很理解 如果西方看东方的地狱观 他未必会 如果你拍得好 像是正正正 Exactly 就这样 中国的 未必好事 因为他们 又找不到那种入的那个位 嗯 那香港片呢 其实尤其是主流片 它最要搞的就是 就是 你连外国人都看得明白的话 唐人街的人都看得明白的时候 你的电影才能归到半 是啊 既要local 亦都要global 是啊 那最后要介绍一下了 就是一部 我期待相当之厉害的电影 是的 是 Villic Scott有新作 是 《拿破仑》 是啊 这个要等 出了 出了 是啊 那男主角就是这个 Yokum Phoenix 哦 这么厉害啊 那会不会突然之间 他会变成小丑的 会 当然会 现在他很厉害的了 是啊 现在他 因为那时候看小丑 就是很多 现在 基本上 他的型 可以 请他过来香港拍戏 和黄秋生 斗戏 黄秋生不会在香港的 黄秋生还真是在台湾 哈哈 拍戏 都不会两边走 哈哈 那么 历史国 我们等着他 《普罗米修斯》第二集 是啊 不是 他很多产 这个导演 不过我觉得 这个导演比较奇怪的地方 他是一个经典导演 不是 他应该说 他是一个拍经典作品的导演 是 但是不是一个经典导演 这是我个人的评价 是 尤其是 他的弟弟的身材 Tony Scott 你会发觉他突然间闊了 拍那些东西 风格也有些东西不同了 我有一点懷疑 他可能有些想法 是他弟弟和他弟弟一起想过 是的 而他觉得 弟弟突然离去之后 他觉得 曾经和弟弟一起想过 那些事情 要拍出来 他都要拍出来 我觉得很奇怪 譬如他拍着Robin Hood 羅文汉 和G.I. Jane 第一 他计算是不会拍这些的 是 不是 G.I. Jane 最古怪 羅文汉 也古怪 只是你说得对 因为 以他的角度来说 他很光阳的 我们看他第一集《决斗者》 但是 Robin Hood 你会看到他说共济会 他用符号 有斧头 还有 变成了女主角 都是变成了英雄 嗯 我觉得他摆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说是Alien 他也是把女性的英雄 都变成了 但他不是这样拍的 是的 我们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Patreon的版本 有拿破仑的Trade Line 不要紧 如果懂得找你自己 YouTube上也找到 就手就摆下去了 是 这个比较对于我们的英文来说 因为我们看过是滑铁路战 是 那个导演又是很厉害的 那个导演是拍《战争与和平》的 说那个 用直升机拍《千军万马打》 你现在做不回 你现在CGI做不到效果出来 是的 还有做拿破仑的《洛斯德加》 也是很精彩的 是的 那一部剧 我想现在也 就算其他方面超越了他 都无损他的地位 好像我们年轻时看 哇 影响得很深 还有对于这一场 是战场上 是很难的 你那时候看了 譬如说 你怎样调动到一个战场上 在电影上我看都明白他说什么 是 以前最初的战场你不明白 只是打来打去 只是有些不打 是 是 即是他临绩的不打 是 但那个是找真军队拍的 是啊 是啊 他们两个主角的心理 我们年轻时看的时候 一个就是Crystal Palmer 做这个威灵顿 威灵顿 很厉害 因为我们有很多他摆位的东西 我们都不太知道 即是行军打仗的时候 有很多规矩 那些东西 在那部戏都看得出来 嗯 他们看到 即是 不是很熟悉 但他们都觉得 打仗是这样的 嗯 但是 最深深吸引我 就是两个演员 他代入感 令他们知道 如果战场上的那个将领 他应该是怎样的 不是那些冰冰蜱蜱那种世界 嗯 那里影响我很深的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参少来了 2023年 赵介介应该拍得比当年 1970多年那部 中间还有几个 拍到什么 有三个银幕的呢 那个 Apple Guns 那是很久的了 那是更久的 那是墨片联台的 那是要三个银幕 三个银幕 看完 所以拿破仑不是那么容易拍的 你一拿上手 你就知道难度很高 但你之前知道哪个想拍呢 哪个 扣贝利克 这件事我以前提过 很遗憾 那他拍不到 不是啊 后来Page One 是曾经展示了一个 他拍拿破仑的notebook 出来的 哇 那个 等于我们以前的大字典 那样的 是 因为这个是他的Page Project 是 但就一路可能资金有问题 不是 我想如果他拍呢 就是我很坏地说 你历史说 麻烦你不要拍了 如果他有抓到你的时候 因为他仍然是大师 中的大师 大师来的嘛 扣贝利克 那你这么说 就算你看他的notebook 他是怎样去扣费那部戏 那部戏也好看的 还有我有看过他的Belle Lincoln 那部戏真是乱世儿女 真是他的视觉 而且他本身 列尼斯国也是英国人 英国导演 他用一个英国眼来看这些东西 我觉得更与别不同 不知道原来是 史丹利克比尼克也想拍的 是 真是遗憾 他甚至想拍很久 就一直做很多research 他甚至说 整个行军吊仗 就是每一个细节 他想掌握得了 但是如果这样拍的话 我想不知拍几个小时 不要说太长 因为已经很长 飞床在这里 大家看到拿破仑的trailer 我们记得讲这个 2022年 最后两集神秘之夜 明天就会有 聖诞专者 平安爺 明天见 拜拜